大家好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是第二次做节目了 昨天已经做了 而且昨天天气很好 拍那个圆景 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编辑上传以后 由于一个小小的错误 我把它这个删掉了 所以这个话题要重新讲 当然重新讲 会失去一些灵感 失去一些冲动 但是也会说得全面一点 所以我希望今天讲得比昨天好 虽然背景没做得那么好看 因为天气不太好 但是希望我的内容会超过昨天 OK 总是有遗憾 也有这个补偿 今天的话题就是 立陶网玩台湾牌的实质是什么 它的实质是什么 OK 我们知道立陶网最近跟中国 有点摩擦 就是因为台湾的问题 其实这个事情 立陶网的政府非常的表示委屈 我们没有做什么不应该的事情 全世界哪里都有台湾办事处 讲错了 全世界哪里都有台北办事处 而不是台湾办事处 OK 就是一字之差 OK 其他的地方就是台北办事处 那么台北办事处呢 它其实相当于就是大使馆了 对吧 就是它的业务都是签证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它的功能呢 就是说是大使馆的功能 但是呢 它作为一个地方 台北 台北市 办事处 事实上呢 这么说的话 我是不是台南也搞个办事处 台中也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办事处 高雄办事处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 也在美国 比如说台北办事处 台中办事处 高雄华联这办事处 当然没有 所以台北办事处 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办事处 就是台湾办事处 但是呢 就是咬出这个名字 你只能用台北 中华台北 对 对吧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中华台北啊 台湾一讲到台湾 那就是我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 台北是不是中国的部分呢 那另外再说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立陶宛就是由于这个一字之差 得罪了中国 OK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台湾办事处 那你也搞成了以后 那全世界都可以效仿 多把这个台北办事处 变成台湾办事处 那么这个更加就是 台湾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更进一步嘛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中国就不爽了 那么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看立陶宛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OK 立陶宛是这个 前苏联的国家之一 它跟这个拉塔维亚 埃斯东尼亚 这个白俄罗斯 这个乌克兰 整个这一片 都是前苏联的一个国家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立陶宛只有三百万人口 连挪威这个小国家 它都只有挪威的一半人口 OK 三百万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县城 对吧 一个小县城的水平这样的人口 一个这样的弹丸小国 但是 但是 它是欧盟的国家之一 成员之一 所以按照中国的这个 全世界不论大小 人人平等的话 那么就说立陶宛它也是一个国家 对吧 也要受到一个国家的尊重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 应该是受到尊重 应该大家平等 但事实上呢 立陶宛在世界上的影响是相当相当有限的 OK 毕竟太小了嘛 对吧 毕竟是个新的国家嘛 对吧 那么 它跟台湾又有什么关系 对吧 立陶宛 啊 事实上 立陶宛从这个历史上 文化上 各个方面 经济上 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 八杆子打不着 OK 它跟台湾根本就 也没有什么 过去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 什么渊源的历史啊 什么什么 都没有 啊 事实上就是说 跟台湾就是说 他人 啊 根本就没关系的 这样一个国家 这里问题就来了 那么 立陶宛为什么要 啊 要跳出来 啊 不应该说跳出来 应该说站出来 做这么一件事情 立陶宛站出来 我第一个讲出来啊 台湾办事处 为什么要这样 当然不是立陶宛的 发明创造 也不是立陶宛的专利 OK 这个后面是美国人 OK 美国人在干这件事情 就美国人 在欧盟中间 选了这么一个国家 啊 你去 通过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呢 把它作为一个比喻来说 啊 作为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说 就相当于这个一个 沉睡的狮子已经醒来了 他沉睡的狮子醒来 就比较饿了嘛 肚子比较热啊 那么呢 就有一个 那个老虎抱着老狼 啊 或者什么 就丢出了一只烧鸡 啊 喷喷香的一只烧鸡 就要一只那个小狼狗啊 或者是小狼啊 啊 叼着这个鸡啊 就在这个狮子面前 就是啊 弄来弄去弄来弄去 就击分 击分你这个这个狮子啊 啊 那么这个烧鸡是什么呢 是谁呢 烧鸡就是台湾 OK 烧鸡就是台湾 那个小狼啊 那个小狼狗呢 就是这个立陶宛啊 所以事实上美国是把台湾 置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禁定 你想想 那这个狮子啊 他一忍不住了 他生气了 他一口就把他吃掉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台湾问题就是这样的嘛 说保持现状 我们大家都保持现状啊 你保持现状中共 你就是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也好 什么也好 对吧 那中共也没有说要打你嘛 他还是让你存在张力嘛 对不对 但是说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话 不论是什么 就是台湾本身想改变现状 或者是外面想促起它改变现状的话 那中共就受不了了 对吧 中共大家也要一样 我这里不讨论正确或错误啊 我们不讨论这个中共动手的正当性正义性 或者它应不应该动手 它动手是对还是错 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我们只谈实际上会怎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当这个 我们也不谈立陶宛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我们也不谈美国这样做 对还是错 我们也不说台湾是对还是错 我们都不讲不讲是非 我自己要把这个事情搬出来 是这样的 是非你们自己决定 OK 到时候又有人跟九个争了 你这个又是什么 又是批评美国 又是批评英天的王 又是批评台湾 或者你批评中共 我都不批评 我只是实际上 实际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事实的 这个事情的实质 分析给大家听而已 大家是非你们自己判断就行了 那么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中共啊 他到底一定是他受不了的 对不对 你单方面在改变现实 改变现状 对不对 你不管是台湾 自己说我要独立了 或者是其他的承认他独立了 那都是改变现状 那中共就说我忍不住了 我跟14亿人民商量一下 就是我们14亿人民 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 对不对 就是中共就跟14亿人民商量 就打仗是有代价的嘛 对吧 要有钱嘛 要有人嘛 要死人嘛 要出钱嘛 大家愿不愿出钱 对吧 愿不付这个代价 每个人拿出多少钱来 能不能拿出这门去死 如果14亿人民说我们不 我们不惜这个代价 对吧 我们一定要拿回台湾 这种可能性蛮大的 中国人 那个时候他还是热血沸腾 你不要说这个国家 这些人民啊 你说他没觉悟的吧 但是到了这些问题上 中国人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爱国 爱得很厉害 那不像美国呢 那对美国政府是批评 中国还真的不是的 对外的望上他还是蛮一致的 到那个时候 中共他就有 动武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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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荡性 他们所谓的震荡性了嘛 就有理由了嘛 是吧 我们说好了 对吧 不过改变现状 你改变现状了 那我们就打你了 所以说美国事实上是把这个台湾 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禁地 OK 那么这个中间问题就来了啊 那么这么一搞的话 那么中国就是有火车给你断了 这个这个外交人员又怎么怎么样 又撤 把这个这个大使馆又撤回去啊 你里面来的大使对不起啊 杠杆上任杠杠杆到了北京 在隔离期间就通知他 隔离完了你就回去 OK 就这么强硬 所以北京事实上是给世界一个非常强烈的 强悍的一个信息 你不要跟我打插柄球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我们是零人容 OK 谁跨这个红线 老子就跟你 对吧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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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情不认了 就就是这个态度 就不给你任何的这样的一个 呃 余地 就不给你任何这样的机会 这个中国大陆就把你怼回去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欧盟之间的问题 对吧 因为立陶宛是属于欧盟的国家之一 那立陶宛它的说法 你说有没有一定的大差 有一定的道理 是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不对 那么我们跟谁建立什么关系 取什么名字 这是我们的权利跟自由嘛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受其他国家的这个 这个操控呢 我们为什么听你的 对不对 我们要说它是台北就台北 我也说台湾就台湾嘛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嘛 对吧 那么就是说 欧盟你是什么态度 你是全体欧盟的国家去支持立陶宛这个小国家 去做这件事情 还是反对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么一搞的话 欧盟就要看了 那谁愿意 你比如说这个 什么意大利啊 比如说德国啊 法国啊 那很多国家嘛 雄云利啊 这些国家 他不愿意跟你搞进去 他跟中国关系很好 他做了那么多生意 对吧 他何必跟你转进去 他不要转进去嘛 对吧 那么就是说 造成的是什么 造成是欧盟的不同意 造成是欧盟之间的矛盾 OK 现在我点到血位了 现在点到血了 这才是这一次立陶宛打台湾牌的实质 就是美国利用台湾 sorry 美国利用立陶宛玩台湾牌 达到的目的是一键双雕 OK 一个是中国跟台湾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这个紧张的关系 这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最重要的是使得欧盟分裂 使得欧盟在欧盟中间造成分裂 造成这个意见不同意 造成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你们自己看怎么弄 所以 美国人这个是一石两鸟 OK 这个一杠子下去还钓两条鱼 反正是要咬钩嘛 那哪一条鱼咬都行 所以 这才是这一次立陶宛 玩台湾派的十字 这是我的分析 你们可以不同意 或者你们讲出你们的分析来 再说一遍 我总结一下我今天的话题 就是 立陶宛一个弹王小国 它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 这样一个国家突然站出来 就是说 率先的提出台湾办事处 说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 它是受到了美国的指使 而美国指使立陶宛去做这件事情 拿着台湾像个烧鸡一样 在十字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这件事情 一方面 是挑起大陆跟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重要的还是 挑起欧盟之间的矛盾 挑起欧盟之间的不统一 照上欧盟之间的很多困扰 因为欧盟是美国很大的竞争对手 不仅仅是中国 所以它是一线双雕 所以在这里我就特别要提醒 就是我台湾的兄弟姐妹朋友们 同胞们 以及台湾的各族朋友们 不管你是什么 日本人的后裔也好 你是原住民也好 再提醒你们 不要认为现在美国在拼命挺台湾 真的是在帮台湾 他们事实上是在拿着台湾做一个烧鸡 在十字面前往来晃去 非常非常的危险 他不论美国卖多少武器给你 都是假的 美国真正支持台湾 就宣布台湾独立 就跟台湾直接建交 就把台湾拉入联合国 这才是对的 如果他一边喊 我们仍然是奉献一个中国的原则 首先把你台湾的后度断了 然后你就永远只是一只烧鸡 抓在美国人的手里 在十字面前晃来晃去 就是这么回事 尤其这一次台湾的事情 阿富汗的事情 我希望台湾人民能够更加的清楚 美国人做事的风格 OK 因为他的民族制度 他的政策的不统一性 不一贯性 换个总统就 换个党换个总统 他政策就换了嘛 所以他是不 他只是这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利益 那下一段时间跟美国的利益是怎么样 那你台湾它是一个地方 它永远是一样的嘛 我不能说是这个 你是这个政府的 我就叫台北 那个政府的我就叫台湾 那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民族 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区 命运都掌握在老百姓手里 这个老百姓 老太瓜里 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OK 我今天的视频就讲完了 其实今天的视频比昨天讲的还要多 我不知道有没有遗漏的内容 不记得了 因为昨天讲了什么 不记得了 我大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立陶宛的这一次玩台湾白 它的实质是 美国要搞乱欧盟 OK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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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